哈喽 各位小伙伴 你们好 我是老神神 我又又又又来海南了 大家都知道每年冬季是海南旅游的旺季 然后到三月份机票住宿这些旅游成本都会下来 然后一直到七八月份学校放暑假 这段时间特别适合错峰出来玩 因为时代太优惠了 所以我又来了 而且这次我们要玩点新花样 海南道拥有中国稀缺的热带飞风气候 一直以独特的海岛风光 丰富的文旅项目 多彩的民族文化 优质清新的空气 吸引着游客和非常多的影视综艺剧组 大家现在能不能想起几个呢 那这次的神场和摄影小伙伴 打算追随电影镜头的脚步 探访海南电影的取景地 自驾来海南第一站一定是海口 所以今天我们就从海口开始玩 在这边的电影里有什么地方的 在这边有什么地方的 这边的电影里有什么地方的 在这边是海口来的 但大家能不能看几个呢 这是海口来的 我们下个月的电影里有什么地方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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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泳池 这个应该就是洗澡池 这个场景好像也占比蛮大的 不会游泳池 昨天因为海口下暴雨 所以这个泳池里面还是有点水的 这个地方又当初有一个海报拍摄的地方 看到这块场景 大家应该知道它是哪里吧 我们现在就要逛南洋街啦 这个南洋街呢 它是以海口本地的七楼老街为蓝本建造的 沈德利饭店这种U型呢 在很多城市都最美转角 哇 它这个建筑真的太有感觉了 做旧的错落电招 长长的街道还有这个马石路 都有一种突然回到上世纪初的感觉 我刚看了一下它后面在拍《急速营救》 那除了冯小刚自己的电影 还有很多综艺啊影视都是在这边拍摄的 比如说之前有一个日本知名漫画改编的赌博 《末世录》就是国内叫《动物世界》 也是在这边一号捧大一个仿真的巨轮 那《动物世界》这部电影呢 是用了非常多的篇幅去描写人性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所以导演特意选了这个有百年历史的 齐游老街作为奇景地 我们现在到这个齐游老街呢 它是经过翻新的 就对游客非常的友好 那像这边呢就是小吃还蛮多的值得过来吃一吃 特别适合拍照片 不管你是拍建筑拍人文 拍风光还是拍人像都很出片 十五对吧 这个呢就是我在海人特别喜欢吃的 心不良 然后它是用椰汁打底有各种各样的配菜 除了我们刚刚到那个齐游老街呢 其实它外面这块呢也非常的有味道 我一直在找《动物世界》里 就李一峰出镜的那条老街 目前还没有找到 我们可以再逛一下 我现在在万宁了 这两年的万宁也是非常有人气的 什么日月湾啊 山青湾叶子豆 仙女潭瀑布 还有家庭岛浮浅和十枚湾抽了 那《非诚勿扰》里面呢 有一个情绪感非常浓的镜头 就是舒淇从海里走向葛幽 就是在石眉湾拍的 虽然我不是很懂 但是我觉得石眉湾的浪 特别特别的好 特别适合抽浪 怪不得它是很多抽浪爱好者心中的圣地 沙子的品质也好好 又细又白 我是想还原一下 就是电影里面的那个镜头 所以特意选的黄昏蓝 其实我昨天下午来过一次 当时出了很大的太阳 它这个海浪特别的好看 又蓝又干净 然后天也很蓝 我之前呢 一直以为电影上面那种乌云的镜头 是特意跳时间拍的 结果我发现并不是 因为石眉湾这边的云 也非常非常的好看 像现在呢 我们后面虽然没什么云 但是时间如果再往前推40分钟 云 这边的一大朵云都是在那边 Gus take my hand Don't be afraid I fight for you Little my days on earth, by sun You are so famous than one Lah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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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影四人的定制中呢 接待客人的白色建筑 就是在三雅非常知名的一个岛 无知州岛 无知州岛 的沙子呢 是三亚少友的白色沙子 而且岸边呢会冲了很多很多的珊瑚 海水呢也非常的清澈 是三亚少友的玻璃海 那如果是晴天的话呢会非常好看 这个岛呢就算是淡季也有很多人 而且大家沙滩上都是这种珊瑚 那现在呢就公布我们在海口冯小刚电影公社 前面拍的那个鸟巢型建筑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这个西人定制的取景地 我们现在就在淡水泳池了 那五之洲岛这边逛了一圈 感觉真的是配套特别好 就是如果假设你只是为了看海浪 然后上五之洲岛我会觉得很可惜 建议还是玩一些项目 这样的话呢真的是不需此行 但是费用的话呢是要比岛外贵的 视频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呢 一定都在等这个场景 就是非诚勿扰阿里的试婚房 这个呢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地方 哇它这个房间比电影中的更大耶 这边还有一个独立的厨房 不过目前试婚房的状态呢就是参观 不是入住的 舒奇小姐姐在这里泡过澡 还有电影中出现的这个轮椅 哇这个澡都外面就是一家龙湾耶 到这里面参观拍几张照真的是蛮不错的体验 哇这边房间呢其实比电影里看起来感觉大多了 而且它是被群衫包围 远远呢还可以眺望亚龙湾 如果能在这样的房间里住上一夜 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那这个呢就是过江龙所到也是《非诚勿扰》啊 海报的拍设计 当时呢舒奇是光着脚站在所到上 葛优呢就望着桥索远远的看着它 背景草木繁盛有一种油画的感觉 还有一种就是往下倾倒和压缩的感觉 就是把这种梳理感表现得非常好 这个索道呢它是长168米 然后离地呢有几十米高 有一种三面环山的感觉 对面呢就是西区的鸟巢酒店 正常的机位呢是在桥头 但是今天游客实在太多了 没有办法从那个机位给大家拍一张 这里呢就是电影中出镜的山顶无边泳池 效果非常好 到那边就是能看到亚龙湾 那这边呢是住店的客人都可以上来游的 那尤其要感谢一下就是鸟巢度假村的小姐姐 可以接我过来取个顶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干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了 就是去寄一张漫地 它这边可以寄快地也可以寄漫地 比最慢呢是可以选十年 然后他们的明信片呢都是海南特有的一些风光 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亚龙湾森林公园的那个玻璃栈道 然后这个是亚特兰蒂斯 这边呢天阳海角 还有它这个椰林海南的傍晚如果是天气好的话真的能拍出这样的照片 最后呢我就选择这个北纬十八度邮局有鸟茶酒店的这张 那我得有个想法吧 那就写我希望十年之内我能拍一个小电影吧 大电影呢 有点为难我胖虎啦 我已经写好了 我们现在就把去寄给十年后的自己吧 海南全年呢是长夏无冬的 而且空气非常通透 就尤其适合影视综艺剧主过来创作拍摄 还适合很多普通人就随时过来玩 随着海南更多的风景和人文被发掘传播 相信未来呢会有更多的电影影视综艺剧主呢是过来拍摄 说不定各位小伙伴在游玩的过程中呢也能遇到一些正在拍摄的剧组 反正我都是遇到了 那未来呢也会有更多的自媒体作者过来采风创作 就像我平常会分享海南的照片或者视频 很多小伙伴就问 实际上你是在海南的哪里啊 我也要去玩 我也是带了不少小伙伴过来拍视频 好了以上就是安然带来的海南电影趋劲力之行 但这次呢我们比较匆忙 很多地方呢都没有好好的去玩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来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by bwd6